燈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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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 Resave 有優議有ㄟ 謝謝俊毅剛剛提供的訊息 俊毅一看完就是我們的youtube的影片 然後馬上就跟我通報說 他在某资源回收厂有这个雅各 我们在CA5三代雅各的这个零件 零件车非常感谢 我真的要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到这个东西 视频说如果说要找老的汽车材料建议往南部找可以帮我找 因为我的工作跑汽车材料行 哇赞啊谢谢视频谢谢视频 感恩啊我现在就担心 收了一大堆老车材料不知道哪里找 敢不敢这样敢安 好好啦给你们看大招的啦 这样好不好仰角啦 吃来了吃来了要付钱啦吃来了 好啦我们用NB的称一下啦管他一死就这样 天竹鼠车总不用K11改感觉很适合 我跟讲天竹鼠车车他当初在改的时候是这样 你车头不能太长你车如果太长的话你做不出那个原论的感觉 所以我们讨论了很久 看起来Solio的车头是比较短一点的 比较可爱啦比较可爱啦哎呦 Ice也很短对可是我刚好 店里面没有Ice了 FIT车型可以造价太高改不下去 FIT改下去你要赔10喔 那个我们胶一喷上去那个7就是挂 没什么好讲的我现在是目前是把他打算把天竹鼠车都留在店里面当大家来然后拍拍照用的东西 阿波罗避震器评价如何呢 我不要评论别人好了 好吧那我觉得车工的阿吉 JK的不错啦你可以去试看看 JK去可以报小事的名字没有问题 我自己的耳朵给他装的 好啊别人的我们就不要评论 先这个祝大家 牛年 泪牛满面 啊 不是赚钱赚的泪牛满面 因为感动嘛 刮刮乐刮到100万 泪牛满面啊 对 建民哥讲的没有错 我们的天竹鼠车车要留着当网红 景点 欢迎大家有空可以来跟他拍拍照没有关系 可是他如果天气不好的话 我们就用车罩把它盖起来 天气好的话我们就会让他 重见光日 让大家来欣赏一下这样 那大家也不要忘记 多帮我们分享一下那个 天竹鼠的影片好不好 我真的觉得天竹鼠的这支影片 我在做的时候 我真的有那种 以前这个念书的时候 全班一起这样 热血的做一件事的感觉 结果没想到出来以后 那个 浏览率不如预期 我本来想说如果浏览率不错的话 以后就推出一系列 不讲话的影片 我们都不讲话 我们都演末剧就好了 泰山很会演嘛 泰山又会演大蓝趴 又会演大蓝趴被拔掉 泰山我觉得演技还不错 想当初他来这边的时候 还是话剧色的演技 没想到短短一年的时间 他已经准备要报名 这个YouTube的走中奖了 阿嘎235昨天去装JK被我烧到 真的假的啦 还没有报我名字喔 阿吉跟我认识十几年了 真的是可以报我名字 我在那边业配什么 我都不敢乱讲 报我名字没有比较便宜 我就直接讲 阿吉这个我是没有问题的 你去真的报我名字是没有问题的 真的颇满意 我有去试车 GoQ 真的不错啦 没有开玩笑的啦 阿吉的东西 我给他装超多的 我给他装的不计其数了 而且阿吉那边还有一个 可以买 这边还有一个东西可以 轮胎尤其是你轮胎尺寸越大越好 越大越便宜 真的 不是啊不是越大越便宜 比较起来的话 尺寸越大越便宜 全车系都可以去那边没问题啦 小师库改有推荐的避震器吗 没有我现在避震器固定 我要嘛就装原厂的 要嘛我就是装阿吉的 就是这么简单 真的啦要改装我就要 因为他那个CP值够高 我为什么是讲 他不是说 说多顶级多棒 我不敢讲啦 当然他也有比较顶级的 款式 可是我觉得以CP值来讲 你只是想要比原厂再升级一些的话 我觉得他的东西 还不错 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场的这个定位设备 是非常高级的 3D定位的设备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的服务热成很好 就是他会在现场一直跟着你 去试到你满意的高低啊 或者是你的软硬啊 他会在现场一直陪同你 测试到 好为止 而且你就到回去了 你觉得太硬或太软 你再去找他 他也是都会帮你处理 我觉得那个服务的概念是还不错 小诗哥发车启动 声音很长 可能是什么原因 点火啊 点不起来 汽油邦谱油压力不够啊 其实就这样而已啊 我上次讲过了嘛 一个车要发动就是这个汽油要到 空气要到 点火要有 对不对 那你点火不够力 或者是汽油邦谱不够力 因为空气是不会少的啦 空气就直接吸外面的气了 那我觉得有可能是火星塞卡无一啊 点火线圈 这个发电量不够啊 或者是汽油邦谱油压不够啊 检查一下检查一下 那天想说去看银色SWIFT 结果礼拜四卖掉差一天而已 常常是这样的啦 你这个还算还好了啦 有的人来到现场 比如说他三点来喔 那个两点才卖掉 我会讲那种重情形也常发生 这是真的 很奇怪啦 啊你放的时候 放的都没人要来啦 哎啊买买是吧 要放放没不放 筋筋你知道吗 你去厕所真的有厕所你要尿尿的时候 尿没有东西啦 哎啊真的没有厕所的时候急得要死 这叫要放放没不放筋筋 就是这个意思 变速箱油一定是要换的啊 换的变速箱油反而坏了 我觉得那个是换的人的问题 换变速箱油有makeup的 最主要的makeup是要等冷却 因为有些车款的 变速箱电脑 他是浸泡在油里面 所以你如果不等他常温冷却的话 其實他就縮起來了 我告訴你 編輯箱有一定要換啦 我覺得沒有那種不要換 很多人都說雙P 都說不用換 其實還是要換 只是你要找到厲害的人 對的人換 而且要換到對的型號 有很多 我發現網路上很多說什麼 換了編輯箱有壞掉 我跟你講都是找一些秀利場 可能把它用錯番號 我跟你講 編輯箱有這個東西很神奇啊 你用錯番號 編輯箱就是小折不順 大就是掛掉 真的要特別注意場上 因為我覺得變速箱 能夠影響你用錯油的 那個容錯率很低 比引擎還低喔 你引擎弄不對番號 弄錯還沒關係 還可以撐 但是你變速箱有一旦 番號錯很容易就掛點 真的 這是踩著仙人的屍體 得出來的一個結論 年前賣車有破百台嗎 沒有 從來沒有破百過 我們才幾個人而已 賣破百台那我可憐 我跟你講我跟大家分享 現在講到這個 一般正常 一間車商的一個 我講的是正常的啦 生意特別好或不好 我們不講 正常如果一間車商 你要能夠撐過這個開銷 甚至有點小賺的話 很簡單 你去看他擁有幾台車 三分之一 好他也比如說這家店是有30台車的一家店 那他一個月要過開銷 至少要賣10台 好這個是一個概算啦 這也算是我這個 從業以來的一個經驗 他的一個輪轉的程度大概是要三分之一 好你是一家擁有30台車的二手車行 那你要前面賣的10台基本上都是開銷 但是我覺得現在要再高一點點 為什麼因為 比如說一些稅務機關其實都抓得蠻兇的 所以說其實 你不太存在你能夠閃躲一些稅金啦 雖然應該還是有人在閃啦 反正只要有稅就有人在結稅嘛 有人在省稅 有人在毫稅嘛 這一定都會有 如果你是照正常程序去報這些稅的話 甚至三分之一可能還不夠 我覺得要抓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間啦 那只是開銷過而已喔 對啊 所以你看我100多台車 我正常的狀況要過開銷大概是30台 30幾台 我才有辦法過開銷 那甚至再加上如果我人力再補充多一點的話 要更高 噴油嘴清潔劑對老車Toyota有用嗎 噴油嘴的清潔劑其實我覺得 坦白說齁 我的經驗是這樣啦 那我不知道你買的牌子啦 輕噴油嘴這個液體 一般來講 他們都不敢做的太強 因為太強的話 你的噴油嘴的一些油封阿 細乳阿 細乳就墊片啦 很容易被腐蝕 腐蝕以後 肉氣 肉氣怎樣 沒有辦法誤化 一直担担担担开玩的 好 那你点火就会不顺 所以通常啊 市售让你添加进去清洗喷油嘴的药剂 我觉得里应他不敢做得太强 那不是做太强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他的效果就蛮有限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说 如果真的你认真要清喷油嘴的话 还是请专业的 好 如果能够拆下来 小心翼翼的去清理的话 可能会比较有用 我很喜欢小师的那个天竺鼠影片 谢谢 记得帮我们分享 好不好 那个影片我很失望 我甚至已经 其实难过了好几天 因为我以为会很疗愈 结果还好 所以我就觉得说 观众的朋友的口味 其实是很难抓的 也许跟 我觉得很容易有这种状况 你看哦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开小吃店 在开餐厅 那为什么有人生意很好 然后有人生意没那么好 你会发现有一种人就是 他自己煮的东西 他觉得他自己觉得很好吃 可是事实上大部分人吃 都觉得很难吃 所以这样的人开小吃店就 很辛苦了嘛 因为大部分人都觉得不好吃 只有你自己觉得好吃 哦 我的东西怎么那么好吃 为什么没有人要来吃 我生意怎么那么差 有没有 所以我现在就有一点 类似 我在想说 我自己是不是这种状况 可能我们很辛苦 很努力啊 同仁都很努力 然后剪辑啊 一直修 我自己觉得说 哇这影片好好笑 好好看哦 我们好用心哦 可是事实上 不是迎合到 大部分观众的口味 对不对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我在想说 自己是不是成为那种 自以为好吃的小吃点 自以为好吃的餐厅 对不对 所以只能怎样 继续检讨啊 不然怎么办 对啊 只能自己检讨一下 可能只有我们自己觉得很棒而已吧 为什么早期有些车行照没有登记车身号码 那是很奇怪 那时候其实早期的台湾 据我所知是这样 就是还没有一个 好像还没有一个定案 早期的监理单位好像看他心情 有些车进来的时候只登记引擎号码 有些车进来的 进口进来的时候只登记车身号码 那那时候没有一个标准 那后来才一律标准成为登记车 进口车登记车身号码 不登记引擎号码 据我所知是这样啊 那如果是国产车的话就是两个号码都要登载 我想问可以用信用卡刷卡买车吗 有的地方可以 但是我没有申请 那我没有申请的原因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记得我以前申请过 后来我觉得太贵了 因为好像光那个税金就要抽5%啦 然后那个信用卡公司不知道又要抽3%还是几%啦 反正到最后你刷卡刷下去 你刷10万里面有10%是要交给人家的 也就是说你买10万的车你刷完可能11万 大概是类似这个意思啊 那当然车商不是那么笨嘛 他办这个刷卡机会被扣一层走 那他当然会把价钱往上调一层嘛 又或者是你去 然后你说你要刷卡 我们这边刷卡要加%喔 有没有 其实有些店会这样 有没有 那这个%数车厂怎么可能吸收 那一定是叫消费者吸收啊 那我基本上我觉得这太贵了啦 9出13归这等于是9出11归 对啊我觉得不是很划算 而且我坦白话讲喔 我以前的经验有一些用刷卡买车的人喔 他不仅刷卡让你加%以后 他之后可能每个月还在付那个循环利息 那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很可怕啦 我是奉劝很多人尽量就是 我没有准备这么多钱再来做这件事情 要不然我觉得那个都被银行赚走了 我不是很喜欢银行的人 我说实在的 可能是因为看过半折之数有没有 我其实对银行不是很喜欢欸 我坦白话讲 因为以前我有缺过钱嘛 我就是很穷嘛 我刚刚讲那个都 以前都欠过啦 这困苦的时候 有没有 欠卡费啊 什么卡债啊 然后银行打来要钱啊 那没水准 啊当我们欠人家钱 我们没话讲 可是那时候 当你很困苦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就觉得很可怜啦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有机会 我还是奉劝年轻人 就是我们有多少钱 我们去做多少事就好了 尽量不要去 跟他们打交道比较好 啊有些人就说 什么谨慎理财啊 要懂得理财 我跟你讲啦 我从来没有在理财的啦 你没有钱 有什么财好理的啦 我从以前就是这样 到现在我也是这样 金钱啊 对啊 卡债比车贷高太多了啦 我觉得你去办车贷是OK的 因为利息是合理的 你去用信用卡 那个太可怕了 那个不要再弄 而且它那个一直循环 无限循环 那真的无限循环 中古车商不是要跟配合的银行 放款业务配合 啊当然要配合啊 我只是说 我没有很喜欢啊 啊讲难听一点 现在哪个人 对不对 没有信用卡 没有悠游卡 当然我们离不开银行啊 只是说 我们对这个东西 没有很推崇啊 就这样而已啊 对吧 啊不然大家都 不要买财 我买财 你都很金钱买 我也OK啊 那当然是没有办法啦 还是得跟银行打交道 啊只是我觉得 信用卡这种东西 我觉得 不是好东西 我就不要办就好了嘛 对不对 啊手续费扣一扣 又不划算 何必这样呢 买车买的那么痛苦 新鲜草不推荐买吗 隔音真的很差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 哎又一个误会 我的影片的人哦 我觉得我的影片 是不是下次要这个 浅显易容一点 因为大家都只看到 我表面上在讲的东西 好像这个车很烂 可是其实 我在影片里面 都有讲到这个重点 说如果你今天你的用途 是一个家庭取向 还有你真的很喜欢 这个车的外表 或是它的内装 那我觉得这个车 就是你可以买的 那当然我们希望用比较 以它的价钱下去 判断这台车子 会觉得说 哎啊我怎么 我买这个价钱 你给我东西是这样 那不代表它很差嘛 它的隔音可能会比fit好啊 对不对 搞不好也比hrv好啊 对不对 搞不好也比i10好啊 所以不能用很差啦 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值嘛 那当然我在判断的当下 我当然是以这个 它这个价钱 给我的东西来判断 甚至说 我自己觉得 它自家的kids的隔音 可能都比它好一些 那kids又比它便宜嘛 那当然我会觉得说 哎奇怪这个感觉 这个等级上面 仙草是比较高的 以价钱来看 那我当然会觉得说 那它的东西 用料啦 应该要比kids好 可是哎 好像又没有想象中 比较好的感觉 甚至我感受 还觉得还更差一点 那我会觉得 哎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啦 新仙草预测会再降吗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有点不一定 因为目前 因为卡在疫情的关系 还有产量的关系 其实现在很多新车 它已经交不太出来了 那新车交不出来 你别想让它 价钱会便宜到那里去啦 那我觉得 今年的经济状况 有点特殊 就是不可预测性 有点高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说 台湾的经济 会变成什么样 因为真的很乱 真的蛮乱的 反正我们也没办法预测 我们也没办法控制 我哪里还有没有 我就去买高评就好了 为什么会认识方长永教练 其实我YouTube看的影片很多 我不是只有看车子 反正车子影片我不太看 车子影片我只看 特定的几个频道而已 然后棒球我会看 什么Jush啊 还有一些 在讲棒球分析的 我都会看哦 他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 讲一些棒球的东西 我也会看 然后木耀室的那个 一日什么统一师球员 还什么员工工作人员 那个我也看 也有看到方长永 后来我才知道 因缘忌讳下才知道 原来他也一直都在 看我什么频道 他从2017年 就开始追踪 小诗汽车的粉丝专业 然后一直到我们 开始拍YouTube 他也都一直有在看 所以某一次 好像是我去他那边留言 他还有这么留言 我也忘了 反正就留言之后 就认识啦 就是这样 小诗哥哥2000中古车熟吗 应该算还可以吧 虽然他不太甩我 不过应该是还算还可以 他应该觉得我这个 这个前辈很烦 阿伯加班 圣帕斯真心有推 可以啦 圣帕斯可以用啦 真的啦 那至于你说有多屌 我是觉得 我跟他点火这种东西 是你太 点火太强也没有意义啦 你要点火扑杂 对吧 所以点火这种东西 就是比原厂的效率高一些 我觉得是不错的啦 S60好养 看小诗哥卖掉不少台的样子 S60是这样 他不是说好养 而是说其实在进口车里面 他不算难养 因为其实他的系统跟福特是很接近的 比较起来的话 以进口车 不管是你想得到的 双逼 奥迪服饰来讲 我觉得他不算难养 时间差不多啦 那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好不好 大家都说晚安 对啊 大家都累了 好啦新年快乐啦 新年快乐啦 新年快乐 我们还要忙个几天啦 拜拜 拜拜 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